大家好,大家好,晚暖烏冬台 意见讲出来,很感谢巴迪高,给了这个很好的slogan给我们 烏冬台的这一集节目,这一集节目也是相当有意义的 因为上星期我们就刚刚拿了这个青年祝重杯 在赛前呼吁有些朋友去看的,就可以和我们一起 分享一下当时的喜悦,讲一下这场球 第一个和大家介绍的朋友就是我们 万迷早晨的青训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些朋友可能很奇怪 为什么万迷早晨是有青训的呢,你可以看看 之前的影片 简单来说,我们做万迷早晨的青训都搞了三四季了 希望我喜欢在YouTube或者其他平台讲一下波,讲一下曼联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集中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今天介绍这位朋友 Ian United Podcast 这个就是他的频道名 我通常叫他做Ian仔 他就是我们青训朋友的其中一员 所以 这次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 Ian仔 他去了看这场青年祝重杯的决赛 亦都想分享他的感受 所以由一个万迷早晨的青训朋友就是Ian 说回我们曼联 青训的成果,赢得青年祝重杯的决赛 是非常有意义的 尤其是Ian仔其实年纪都很轻 他已经可以做到自己的影片 在这条影片里面 亦都会有他那个YouTube频道的资讯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支持一下 事不宴迟 有请Ian仔 各位包友大家好 我是Ian仔组的主持 今次就是一个cross over的节目 还有拍大包做一个 一个cross over的一个片段 这次一系列的 影片都是 是focus在 曼联青年祝重杯的比赛 因为 我在那时候就入场去了奥特福 欣赏这场这么大的盛事 我会分开三条影片来说 今条影片就是第一条影片 将会分析一下 两位球员的表现 我们先讲两位球员 下一集就会讲一下 其余七位球员的表现 最后一集就会分享一下 入场在奥特福的感受 开始之前 开始分析球员之前 我也有些东西想说 今天干年的主题就是 曼联青年祝重杯的冠冠分析 这是2022年 赛贵 最上一次取得 已经是11年前 当时 在浦巴 连加特 和中士敦 带领的曼联 就是 击败了这边的 石飞联 石飞联当时 就好像有 我们的对着 哈利麦戒亚 去数回30年前 时间的时候 曼联在 都在FA Youth Club里面 清晰了 霸下 当时 曼联的球员 包括 史高斯 加利利维利 菲林利维利 还有 不得 杰斯 以及 这边的 迫行 都应该是在阵中的 现在 复别了11年的 青年的Youth Club 曼联今季 创了奇迹 以3比1 在决赛 在主场来说 2、3比1 击败了 洛定岩森林 曼联 很多位球迷 或是外面的 报导都说 会不会是 class of 22 希望 这班 年轻球员 可以有一天 在曼联一队里面 蜡烛 都可以继续 写下曼联的 辉煌历史 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场球 曼联的 他们大概有4-2-3亿的阵容 教练方面 这位 蔡惠 斌伦 Travis 斌伦 赛前在接受访问时 都相当乐观 他觉得 青年祝中杯 是一个可以给年轻球员 发挥自己 的 潜力的 一个场地 也是 很好 给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到年轻球员 可以发挥 他们强劲的 他排出一个4-2-3-1的阵容 要说回 U18和U23 那群球员其实都挺类似的 包括加拿祖 麦尼尔阵 他们经常都是两边的 球队 都是配回的 但是 U23和U18的教练就不同了 U23就是尼尔屋 而 U18就是 茶围布朗 好了 他排出4-2-3-1的阵容 同一阵的阵容都相当类似 介乎 防守事又是4-3-3 Hands and Error 就会 逗后一点 做一个派牌 或者是 输送的角色 好了 门战方面 就是维敌 如果 有留意清分 朋友的 球迷 都应该知道 这位球 都效力了 曼联一段时间 两位中坚呢 就是 一面 Riss Bennett 这个就是队长 U23都见过他出场 这位球员都18岁了 距离上一阵的时间 应该都比较短 他的搭档 就是非常年轻的 15岁的 Lewis Jackson 右杂方面 就是 在华彩龙南 买回来的 Marjorado 左杂 这个很欣赏 San Mary 虽然技术 慢慢的 但是拼音 搭够了 两位中场 就是Mainu 还有Daniel Gore的 Daniel Gore的 踢法有点像摩迪 我觉得 矮矮小小的 但是 分魔有闻有怒 进攻中场 就是Henson Aaron 这位呢 就是 挪威的一位球员 当然跟我们 Sousa是同乡的 右杂方面 就是Methers 这位球员 比较少要留意的 因为他 都很少 U23 和U18 效力 而且 他的名气 也不是很大 所以 大家都应该熟悉 加拿组 好像对着 对了 对了 车路士的比赛 好像在后面上阵 穿起了 这面的75号 波衫 今天呢 他穿了 7号波衫 不是 穿了11号波衫 但是 今场波他的表现 是相当不错 也是标青的 中风方面 就是查理·麦尼尔 好了 后面方面 就是乌斯塔 Hanbury Fedrickson Kamwala Logan Pye Al Jofri Marcus Lawrence Maxi O'Yadelli Maxi O'Yadelli Marie Fosin Athan Annes Joe Hugo 以及 Manny Norquid 的 后背阵容 方面呢 他在金鎮波 就出了 这边的 奥爷迪利 亦都是 阿道菲 以及 好像出了这边的 Hugo 11个球员里面 计算后背阵容 我觉得有几个 上到一队的 机会 也挺大的 例如 Kobima Inu 相当强壮的 一位中场 亦都相当年轻的 17岁 但是17岁的 他 亦都 很多时候都会在 U23的比赛 效力 17岁到23岁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 difference 但是这位中场 相当强壮 亦都有一些技术 我记得 今场波 也有几下的 策划通 亦都比较注目的 第二位球员 不用多说加拿槽 上网 Youtube 已经有很多 球王片段 但我们不可以 只看球王片 球王片以外的 他都很懂得 鼓动球迷刺器 另外 那个意识 也不错 在适当时候 会交 适当时候 都是射的 但是呢 我就嫌疑自信心 就好一点 但是连续球员是这样的 有自信 反而没有自信 第三位球员 我觉得这个 就稳稳稳稳稳的 Daniel Gore 可能这个球员 我是很喜欢他的 我也看过他两场 我觉得 他的表现是不错 他也有一点 我比较喜欢的球员 新型的时候 比较矮小一点 但是呢 他的技术一流 好像摩迪 也是很努力的 去到 BOKSBOK的防中 派牌 是有闻有路的 其他球员 我就不多说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看看球员 第一个球员 详细一点 去分析 第一位球员 就是Rodak Vitik 他就是捷克的 国脚 18岁 身份高的是1.98米 大部份 都是 虽然18岁 但是大部份 都是U18 的联赛下域 他 那个表现 就不算很出众 跟换来说 都失几多球 今场第一球失球 绝对要负上 极大的责任 这球失球 如果大家没看 就是右边的一个软射 就是Taylor的软射 维迪 你应是接到 实一实的 因为一个软弱无力的地球 另外角度 虽然都比较刁断的 但是 以一个 那么高级数的龙虎来说 是绝对不应该 犯下这些那么大的错误 他就牛油手 把球送入网 另外 用5球能力 我觉得他不是太好 那么经常没有威胁下 都会是大脚解围的 另外 跟迪基尔 差好影响 就是反应 伤了一些猛 这位球员 可能就比较大 所以 那个落地时间 也是比较差的 第二位球员 就是Mark Giurado 国籍就是西班牙的 18岁 西班牙的球员 曾经下历 巴塞隆拿的青年军 踢法就比较进取 亦都有些技术 进攻欲望 亦都是强的 但是防守能力就比较差一点点 但以女灯来说 残波就一般的 但是看异性来说 我觉得 他比云比沙卡好 身形当然比较差一点点 但是很会教气氛 因为他经常就拍手掌 亦都是跟球迷鼓动的情绪 是比较差一点点 好了 这一节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一节就会继续分析一下球员的表演 希望大家可以 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 我是Ian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给多些支持 Ian仔 亦都可以去到他的channel 给个like 或者订阅一下 说真的 年纪那么轻 已经可以那么鸽定去说 还要安排得很好 分开几次去说 其实真的是 我自己觉得 我好像Ian仔 这样的年纪的时候 肯定是做不到 那么成熟的事情 所以真是厉害的 是现在的青春朋友 希望他继续努力做多些视频 其实他说这一段 还有第二第三次 遲些他做好了 他分享给我的话 我都会安排在互动台那里 获出 亦都可以去他的channel那里看 这个 大家都可以做的 OK 希望我们就越来越多朋友 一起讲马链 变成了 作为马链球迷的选择越来越多 亦都 更加多越来越好的 资讯给大家了 OK 今节来到这里 再次多谢Ian仔 还有其他有兴趣的朋友 现在我们也有几个不同的方法 例如阿Ben 在IG的DM那里录音给我 又可以上来互动台 或者像Ian仔 自己做完整条片又可以 或者好像会计仔 录一个MP3给我 都可以 声音去分享你的意见 在曼迷早晨这里 是很多的选择 只要 你有东西想说 绝对 尽量有时间 只要有时间 一定帮大家安排 OK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